朗丹先生在副科长家里的一次晚会上 遇到了这个年轻姑娘 从此就堕入了秦王 这个姑娘的父亲是外省的一个收税官 死了已经有好几年了 后来他跟着母亲来到了巴黎 他的母亲指望把他嫁出去 常常到附近几家中产阶级人家去 他们穷虽穷可是为人正派 稳重而且和蔼 这个年轻姑娘仿佛是规矩女人的完美无缺的典型 每一个明智的年轻人都梦想着 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这种典型的女人 他的唇朴美丽 有一种天使般的真洁的魅力 从不离开嘴唇的一丝微笑 仿佛是他心灵的回光 人人都称赞他 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再三夸奖说 娶他的人是幸福的 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了 朗丹先生那是在内政部里当主任科员 每年的薪水是三千五百法郎 他向他求婚 娶了他做妻子 跟他在一起 他的幸福简直是难以用笔墨形容 他勤俭持家 精打细算 因而他们的日子 好像过得很阔绰 他对丈夫无比的关心 体贴 温存 而且他本人的诱惑力 又是那么大 虽然他们相遇已经有六年了 可是他比开头那些日子里 还要爱他 朗丹先生责备他的 只有两个嗜好 爱看戏 爱假珠宝 他的朋友们 他认识的几个小官吏的妻子 经常能够替他搞到包厢 请他去看当时风行的戏 甚至首次上演的新戏 他不管他丈夫愿意不愿意 总是拖着他一块儿去 不过一天工作下来 这种消遣 反而增加他的疲劳 因此他恳求他 请一位他认识的太太 陪他去看戏 只要能送他回来就成 他认为这个办法不太合适 所以说来说去 怎么也不肯答应 直到最后 才为了讨好他 勉强让了步 朗丹先生对他 说不出的感激 然而这种爱看戏的嗜好 很快地引起了他爱打扮的需要 不错 他的服装还是跟从前一样的简单 既风雅而又朴素 他那温柔的污蔑 他那不可抵抗的 谦逊的含笑的污蔑 仿佛从他朴素的遗山里 得到一种新的风趣 但是他渐渐地养成了一种习惯 爱在耳朵上戴两粒 冒充钻石的大莱茵石 他还戴假珍珠的项链 赛金的镯子 和镶着五颜六色的 代替宝石的玻璃钻的梳子 他的丈夫有点不满意 这种对假货的爱好 常常说 亲爱的 对一个买不起真珠宝的人来说 美丽和妩媚就是他的装饰品 再说 这也是世上最稀罕的珠宝 但是他露出温柔的笑容 每一次都这么回答 有什么办法呢 我爱好这个 这是我的缺点 我也知道你说的对 可是本性难移啊 我当然更喜欢有真的珠宝 他一边用手指转动着珍珠项链 或者让宝石的切面 放出夺目的光彩 一边不停地说 你倒是瞧瞧啊 做得多好 简直跟真的一样 朗丹先生微笑着说 你的趣味倒跟基普赛人一样 有时候到了晚上 只有他们俩待在火炉旁边 他就把装着朗丹先生 所谓便宜货的摩洛格匹匣子碰到茶桌上 开始热情地细细观看那些假珠宝 好像其中有一种无穷的神秘的乐趣似的 他还一定要把一串项链挂在他丈夫的脖子上 为的是挂上以后好痛痛快快地笑一番 然后大声说 瞧你有多滑稽 接着就扑到他丈夫的怀里 像发了风似的问他 一个冬天的夜里 他从歌剧院回来 冻得全身直打哆嗦 第二天不停地咳嗽 一个礼拜以后就害肺炎死了 朗丹差一点也跟着他到坟墓里去 他是那么的失望 不过一个月的功夫 头发就全白了 他从早哭到晚 难以忍受的痛苦撕碎了他的心灵 回忆 声音 笑容 以及死者身上的种种魅力 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脑迹 时间并没有减轻他的悲伤 往往在上班的时候 同事们正在聊当天的新闻 会突然看见他双颊一鼓 鼻子一皱 眼睛里含着两包泪水 他做出一幅苦相 接着就呜呜地哭起来 他让王琪的卧室保持原状 他每天都要把自己关在里面想他 所有的家具 甚至连他的衣裳 都像他临死那天一样 放在原来的地方 但是生活对他来说 越来越困难了 他的薪水在他妻子的手里 足够家里的一切开支 现在剩下他一个人 反而不够用了 他奇怪他哪来的那么大的本领 居然能够让他天天喝上等的酒 吃精美的食物 如今他靠他那点微薄的收入 再也没法弄到了 他借了几笔债 像穷得走投无路的人一样 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找钱 终于有一天早上 离着月底还有整整一个礼拜 手上却连一个字也没有了 于是他打定主意便买东西 他立刻想到了 他妻子的那些便宜货 因为他心里 对那些从前叫他生气的 冒牌货色还怀着怨恨 甚至每天看见他们 都会损害到 对他心爱的人的回忆 他在他留下的那一堆假货中 找来找去 找了很久 因为他一直到临死前几天 还不断地买进来 差不多每天晚上 都要带一样新东西回来 他决定卖掉他妻子 好像特别喜欢的那串大项链 因为虽是假货 可是做工考究 想来还可以 值个七把法郎 他把它放在衣袋里 顺着一条条大街 朝市里走去 打算找一家 可靠的珠宝店 他终于看到一家 走了进去 一想到露出一幅穷像 便没这样一件 不值钱的东西 他又觉得 有点不好意思 他对商人说 先生 我想请您 咕咕这件东西 那个人 接过来 翻来覆去地 仔细看了一会儿 又颠了颠分量 拿起一个放大镜 把他的伙计叫过来 小声儿嘀咕了几句 然后把项链 放在柜台上 隔得远远地 瞧瞧印象如何 这一大套手续 把朗丹先生 弄得很不自在 他张开嘴 正要说 我也知道 他值不了几个钱 那个珠宝商 却先开口了 先生 只一万五千法朗 不过您得先把他的来源 告诉我 我才能够收购 这个官夫 两只眼睛睁得老大 愣在那 一下子糊涂了 临了 他结结巴巴地说 您 您说什么 您 没有估错吧 对方 误会了他惊讶的原因 冷冷地说 您 可以到别处去问问 看别人 是不是肯出 更高的价钱 照我看 他顶多值一万五 如果您 找不到更好的地方 就再来找我好了 懒丹先生 完全变成了一个傻子 拿起项链 走了出去 他觉得迷迷糊糊 只想一个人去考虑考虑 但是一到街上 他反而想笑了 他想 傻瓜呀 傻瓜 我要是当时就卖给他呢 居然有这么一个不变真假的珠宝商人 他走进和平街口的另一家首饰店 老板见了这件首饰 就立刻叫了起来 哎呀 我可认识这串项链 它是从我们这儿卖出去的 朗丹先生感到很惊慌 问 值多少钱 先生 我是两万五千法郎卖出去的 我准备出一万八千法郎收回来 不过按照法律的规定 您得先把这件东西弄到手的经过告诉我 这一次 朗丹先生惊奇地两腿发软 坐了下来 他说 不过 不过您再好好看看 先生 我一直以为他 他是假的呢 首饰商人又问 您愿意告诉我 您姓什么吗 先生 当然愿意 我姓朗丹 我是内务部的科员 住在寻道者街十六号 商人打开帐簿 查了查说 啊 这穿项链 的确是在1876年7月20日 送到朗丹太太的住址 寻道者街十六号去的 两个人 你望着我 我望着你 我望着你 科员惊讶地简直要发疯了 首饰商疑心 他是个贼 首饰商接着又说 您愿意把这件东西在我这放上二十四小时吗 我可以给您出一个收据 朗丹先生结结巴巴地说 当然 当然可以 他把纸条折起来 放在衣兜里 走了出去 他穿过大街 继续朝前走 走着走着 发现走错了路 又转回身来 折折回走 走到了 居了礼宫 过了塞纳河 一看又走错了 于是又回到香舌利谢大街 脑子里乱得没有一点主意了 他想好好地考虑考虑 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妻子 没有力量买一件这么贵重的东西 当然没有 那么这是别人送的一件礼物了 礼物 谁送的 为什么送呢 他停下来 呆呆地立在大街中间 可怕的一斗掠过他的脑海 莫非他 这么说 其余的主宝也都是礼物了 他觉得地在摇晃 觉得面前的一棵树倒下来 他伸出双臂 倒在地上 失去了知觉 等他醒过来 才发现自己在一家药房里 原来是路过的人 把他抬来的 他请人送他回家 然后就把自己 关在屋里 他伤心地哭到天黑 咬着一块手绢 免得哭出声了 最后 他又疲乏 又伤心 支持不住 倒在床上 就昏昏沉沉睡着了 一道阳光照醒了他 他慢腾腾地起来 准备到布里去 受到这样的打击以后 再要工作是很困难的 他考虑了一下 觉得可以请求科长原谅 于是写了一封信 接着 他想到了 应该再到首饰店去一次 想到这儿 扫得满脸通红 他考虑来考虑去 无论怎么说 总不能把那尘项链 留在那家店里 于是他穿好衣服 走了出去 天气晴了 蔚蓝的天空 覆盖着这笑脸迎人的城市 几个无所事事的人 两手插在口袋里 在街上闲逛 朗丹先生望着他们走过 对自己说 有财产的人多么幸福啊 一个人有了钱 甚至连忧愁都可以忘掉 他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他可以旅行 可以找乐子 要是我有钱就好了 他发觉肚子饿了 因为从前天晚上起 他就没有吃过东西了 但是他的口袋空空的 于是他又想起了那串项链 一万八千法郎 一万八千法郎啊 这笔数目真不小 他走到和平街 开始在商店对面的人行道上 走来走去 一万八千法郎 一连有二十次 他都差点走进去 可是每次都被羞耻心拦住了 然而他肚子饿 饿得很厉害 而且又没一个色 他突然下了决心 为了不让自己有考虑的时间 一口气奔过大街 冲进了首饰店 商人见了他 连忙迎上前 笑嘻嘻的 很客气的搬来一把椅子 伙计们也过来了 他们眼睛里 嘴边也都带着笑意 不断的瞟着朗诞 珠宝商开口说 我已经打听过了先生 如果您没有改变主意 我可以立刻照我出的价钱付款 科员结结巴巴的说 当然没有改变 收拾商人从抽屉里 取出十八张大钞票 点了一遍递给朗诞 朗诞在一张小收据上签了字 用一只颤巍巍的手 把钱放在衣兜里 他正打算走出去 又转过身来 对一直在微笑的商人 垂下眼睛说 我 我还有别的珠宝 都是从 从同一个人那儿 成绩下来的 您 也愿意收买吗 商人鞠了个宫说 当然愿意先生 有一个伙计跑出去了 为的是笑个痛快 另外一个伙计使劲的醒鼻子 满脸通红的朗诞 用若无其事的严肃的口吻说 我去给您拿来 他叫了一辆马车 回去拿手势 一个钟头以后 他回到手势店 到这时候 他还没有吃早饭 他们开始一件件的研究 一件件的估价 几乎全部都是 这家店里卖出去的 朗诞现在 也撕破脸皮 争价钱了 他发脾气 要人把账簿给他看 随着金额的增加 他的嗓门也越提越高 大粒的钻石耳坠 两万法郎 手镯三万五千法郎 胸只戒指和链罪 一万六千法郎 一件用翡翠和蓝宝石 相成的首饰 一万四千法郎 一条当项链用的金链 连同吊着的毒粒钻石 四万法郎 总数共达 十九万六千法郎 商人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这些东西的主人 把所有的机器 都存在珠宝上了 朗诞一本正经地说 这也是一种存钱的方法嘛 并不特殊 他又和买主约好 第二天还要约请行家复查 然后走了出来 到了街上 他看见王多姆纪念柱 恨不得跟爬滑杆似的爬上去 他感到自己身清如艳 只要一纵身 就可以和高耸入云的皇帝雕像 玩玩跳田鸡的游戏 他到瓦森饭店吃了中饭 喝的是二十法郎一瓶的酒 吃完饭 他叫了一辆马车 到布洛涅树林去兜风 他带着几分轻蔑的神气 望着来来往往的车马 恨不得向行人攘叫 我也有钱 我有二十万法郎 他想起了内务部 连忙叫马车送他去 他大模大样地走进科长办公室说 先生 我是来向您辞职的 我得到了一笔三十万法郎的遗产 他又去和老同事们握手告别 把自己将来的生活打算告诉他们 然后到英国咖啡馆去吃晚饭 他正好坐在一位看上去好像很有身份的绅士旁边 心里痒痒地忍不住想炫耀一下 于是告诉这位先生 他刚刚得到了一笔四十万法郎的遗产 有生以来 他第一次对看戏不感到厌烦 他还和一些妓女混了一夜 半年以后 他又结婚了 他的第二个妻子虽然很规矩 可是脾气难伺候 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 这位妻子虽然很规矩